位在台中厚礼的月煤糖厂制糖工厂 是在地重要的文化资产 但由于荒废已久游客锐检 里面的设施是早已破旧不堪 像是代表性的烟囱 还有四栋砂糖仓库的屋顶 因此在地方明代的争取下 进行了修复活化工程 希望早日让糖厂重生 一定要把它保存下 走进旧糖厂扑鼻而来的檜木箱 不过却是无其麻黑一片 这些作业在厚礼的月煤糖厂 荒废二十多年相当可惜 对台糖的顾虑来讲 第一个尽量把它维护 这是基本原则 第二个是维护要能够产生效益 因为到底它还是个事业单位 那要维护也要花钱 花钱以后怎么样产生效益 这个是台糖整个在考虑的时候的一个重点 台糖厚礼月煤糖厂停产 转为观光景点 但近年来游客因为疫情而锐减 再经过时间的洗礼 许多像是天花板屋顶都已经破旧不堪 容易造成危险 但由于此处具有历史价值 因此在地方明代的争取下 实施月煤糖厂制糖工厂修复 再利用工程规划 要来全力火化糖厂 我们的制厂的工厂我们要分歧来把它恢复原状 第二个我们的烟囱也一定要把它保存好 我们这个观光价值是非常的高 第三个有了烟囱之外 我们的屋顶因为也已经几十年了 屋顶也有一些破坏 那我们是在文资的这个范围内 要把它完成我们的屋顶的一个安全性 而目前修复工程会先以高度12.9公尺 有裂缝的烟囱为主 总经费出估547万 而四栋砂糖仓库的屋顶则也会整修 总经费将近约1174万 立平112年完工 制糖工厂我们已经有补助了 它的这个修复再利用的计划 那也已经完成了 那后续我们也希望台糖工厂 是能够进一步根据这个修复再利用计划 能够进行后面的修复工程 那后面修复工程的部分 我们文资局会来协助 后里糖厂的机械设备 见证了台湾产业及城乡发展的历程 透过活化计划 让萧条依旧的场域重新创生 也为当地创造更多的观光商机